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莎娜老师 欢迎 图雷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分享他们人生智慧的时间了 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整天说我不和你交流 不求上进 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我不爱说话 是不想把压抑的情绪传给你 你的压抑就用喝酒解决吗 你凭什么对我的孩子要求这么苛刻 你和前夫男同学不断联系 我就好像是个局外人 要结婚你也不同意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这么大的人了还是个妈宝男 都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我怎么能放心和你走下去 听起来是一对情感困惑重重的情侣啊 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范先生37岁来自河北斯基 女嘉宾阎女士40岁来自天津保险销售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吧 是的 交往多久了 交往一年多了吧 在这小片里面听到了有好多冲突啊 第一个我听到的好像就是关于孩子的事是吧 我就觉得吧 教育孩子不应该就是说赤责呀那种啊 我觉得教育孩子就有什么事好好跟他说嘛 反正就是观念不一样 哦 观念不一样 嗯 你们俩的孩子都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还是您的孩子 我的孩子跟我在一起 他的孩子不跟我在一起 哦 男孩女孩啊 我家是男孩 这个管得很严 管得很严 多大呀 十四 哎呦 最难管的时候 又是清分期 咋管啊 就是他成绩下降的 那时候就特责他 哦 就大声地批评他 大声地批评他 你儿子跟他关系怎么样 处得不怎么样 我孩子跟我有微信聊天嘛 跟我说了好多话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就觉得没什么 就是到后来我就感觉 孩子那话就说的我就是 字字扎我的心你知道吗 主持人 我就感觉 我在孩子身上 特别的就是 对于孩子来说 我感觉就是 很对不起孩子你知道吗 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些话我也带来了 大家就是说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说我 我今天就是说我为了孩子 我跟他就是说真的没法再聚集下去了 这是儿子不接受您离婚的事实啊 他也不是说不接受我离婚的事实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不想让我 就是再婚找这个人吧 就是说感觉他对她不好 这个反映出两个问题嘛 一个是孩子对父母离这件事 是不太能接受的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好像跟您处得也不太好 是在家里面就阴沉沉的脸不跟人说话 说话就吼人家 是吗 我觉得吧 孩子就应该严格管教 不是你们俩认识也就一年多 对吧 人家都长了十好几岁了 您首先得让他接受你才能管教啊 我的孩子都是这么教育来的 这问题不是那个不是您的孩子吗 在人心里人家没有把您当父亲 你只是一叔叔呀 那倒是 除了跟孩子不好 还因为什么原因啊 他嘛这个人吧 爱喝酒 酒量不大吧 还经常喝 喝完酒之后 我感觉像傻酒疯一样 这种 把家里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的 厨房里的东西不能到卧室 卧室里的东西吧 不能到客厅 我觉得吧 喝酒就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 喝酒喝多了 情绪行为难以控制 很正常 那你可以控制不喝呀 兄弟 我也在慢慢借 你这上面是司机是吧 职业 是 挺累 挺累 很多职业司机都愿意下班就喝两口 但人不闹事啊 就心情不太好吧 不是再说那也不是你自己家要说白了 还有一次比较严重 嗯 冬天嘛下雪嘛 好像是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他出去喝酒去了 我怕他也喝多了是吧 我就把他弄回来你知道吗 就是还没有进门口的时候嘛 他就这么一反手 他就想想推我 就是想散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个中心不就没站稳吧 然后就带到那个雪地里边 就是我第二天就感冒了 浑身都湿了 为此就是我俩就大大吵了一架 那你们俩怎么就那会儿不借机 就分开了多好啊 他不又求我吗 那件事我都解释过多少遍呢 我说那只是个意外 一直在调势 不是你别喝酒不就得了吗 是不喝酒还行 不喝酒的时候就跟个木头一样 小片子您我记没记错的话 您也说他是个妈宝男是吧 他以前嘛 他妈妈在世的时候 就立场他妈妈 什么都不会做 自己衣服也不会洗 主持人我想解释一下 父亲以前工作忙 就是妈妈把我拉扯搭的 过惯了一来身手办来张口的生活 就是特别依赖母亲 母亲去世之后 就感觉天都塌了 就是心情特别压抑 单独站在你个体的这个层面里面 都能理解 就大家都可以理解啊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 我们都理解得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不是站在你的层面 对吧 你现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你不是还有个女朋友吗 对吧 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 女士既然她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看 跟你的孩子是有冲突的 不合的 对吧 对 性格上面有一定的小缺陷 对 或者有一些小瑕疵 对吧 对 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嗜好 比如说喝酒 对 有时候可能经常性的这样 就叫酗酒嘛 然后借酒撒风 你应该经历过 是 那怎么还 就求一求就能又回去了呢 我就很好奇 也不是说求一求就回去了 知道吗主持人 我就感觉就是再组家庭嘛 就是走到一起也不容易 我也不想再就是说 一人再再二三子就折腾你知道 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接下来其实我挺想问你的 就看小片的时候 我就没弄清楚 这俩人为什么在一起 我听你说的时候 我就更没弄清楚了 你说她跟她的前夫和男同学 还叫什么 原话我忘了 大概就是没有断干净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你认为的 超过正常交往的一个往来 是这意思吧 是 这什么情况啊 就是她跟她前夫 就是关于这个财产分割这块 一直纠缠不清 这是就对跟前夫来往的比较密切是吧 对 来往密切的理由是财产分割 没分清楚是吧 对 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嘛 就是我俩也和平分手嘛 就是当时还有一些财产问题 没有解决完 见面难免吧 就是毕竟我跟她之间 还有一个孩子嘛 孩子抚养问题 她也要弄到十八周岁嘛 不是 我方便问一下 您为什么离婚嘛 我俩就是也是经常吵 反正就是最后吧 就是感觉她不合了 就分手了 听明白了 就是现在跟前夫的往来 还是在纠结那些财产呢 对 离婚多久了 离婚好几年了吧 那这财产还没纠结清楚呢 不是 当时不是有一道房嘛 有一道房不是以我的名义 贷款买的吗 贷款还有点没还清 所以就是 经常就是在一起 会那个讨论一下这个财产问题 往来挺密切 不是 也不是说往来很密切 她就是怀疑 想到男同学呢 有一回我看见她和男同学聊天 就互相发照片什么的 我就觉得她俩可能有暧昧的关系 这个男同学嘛 就是那次我们同学聚会 就是我去了之后嘛 就是她给我打电话 我一看是她的电话 我就接了 第一时间我就开了免提 然后她在对方那边就 直接就吼过来了 就说到现在你还不回家 当时我就懵了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好尴尬啊 就是在同学面前呢 同学就问我 这是谁呀 我都没好意思说是我男朋友 我就说是一朋友 那个有事找我 我立马就回家了 那天我连饭都没吃 回家我又大吵了一顿 这个男同学嘛 她之后就问我说 跟男朋友是什么关系 大学同学也不错嘛 关系 我就当时加了微信 但是我跟她聊天记录 我也给她看了 就视频也好 照片也好 我都跟她看了 她嘛家庭条件不错 你知道吗 我呢是干销售的 我是干保险行业的嘛 我就感觉她可以 在我身上上份保险 就是我可以在她身上 就是征点吃 听明白了 您倒是挺坦诚 对啊她家境好 人长得又帅 我当然有压力了 那等下行 你说她要在我身上份保险 不应该是我的工作吗 三天两头的聚会 不是你看不惯她的行为方式 对吧 对 对 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人结婚呢 我也特奇怪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吧 是缘分 在一起不容易 居然到一块了 就慢慢磨合呗 方便问您为什么离异吗 我离异是 双方父母家庭有点小矛盾 住院分歧的 关于看孩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是你们的情感不好 对 有点 您今天来是要跟她分手 对 您今天来是不想分手 对 不想分手的理由呢 就是在你面前这个女士 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喜欢她呀 就除了你喜欢她还有别的吗 我就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行 你看啊 现在这个 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对吧 对 过几回啊 过好几回 过好几回 她一直拿 买车的事再推多 她就说这个车还没满 咱们结婚的事就再推一推 完了当时老父亲重病嘛 就花了好多钱 谁老父亲重病 我老父亲重病 我老父亲重病 我说车的事再等等 什么车 买个代步车就行 哦 代步工具是吧 对 我以为是您是司机 要买一个生产力的车呢 能变钱的车 就是一个 没有没有 所以您认为她不愿意嫁给你 是因为一辆轿车似的意思吗 我觉得她太物质 你看啊她跟前夫又纠缠不清 她又物质 赶紧离开她呀 所以我也很纠结 我就想来这节目 请老师跟主持人 我就特别想问问 就是您是不是还舍不得呀 舍不得也有 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很矛盾吧 您能告诉我们就是 对 您的矛盾来自于什么呀 我不想的就是在折腾了你知道吗 就是毕竟我是二婚嘛 在存储家庭 你说孩子本身就已经受到一次挫折了 让孩子再受一次挫折 我就感觉 我就想再给她一次机会嘛 就是说 请我再问问 你们俩谁收入高一点 我 您收入还比她高 嗯 那不就是妈嘛 又养着又伺候着 那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了 找一个人伺候着自己 挣钱还比自己挣得多 我就有点不甘心嘛 不甘心什么呢 就是当初对她挺好的 后来就是出了这么多当子事 你们指的出事就是指 你跟她儿子的关系不好 对吧 对 我估计可能有一些争吵 对吧 是 然后加上你喝酒之后的一些 不理智的举动和行为 对 两个人都说了 我们都舍不得 但是确实这个感情存在 让我们觉得挺难受 挺便 对 我们这外人听起来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 有一个分手的理由就足够了 你们俩这必须分手的理由 至少占了一千个 但是有的时候情感就是这样 虽然很理性地说我们该分手 但是真的让你们分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下不了那个决心 是这意思吧 对 各位老师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年轻人的爱情都是名枪 你给我一枪我给你一枪 这枪特别容易走火 因为在那个时间里 爱得炙热爱得单纯 中年人的爱情像暗箭 彼此在较劲儿 表面上不露声色 但是心底里都已经各自有了防备 听到你们俩的这段情感 似乎让我觉得 你们其实都不是对方最满意 或者说比较满意的选择 就像你们说的 在这个时间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遇到一个人 其实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你们彼此在将就 这种将就 让彼此的心里都挺不甘的 但是往前一看 似乎又觉得茫茫人海 满世界的人 也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 就这么拖着熬着 我是一个母亲 我觉得看了孩子的那段话很心疼 不仅仅是对父母 生活的一种失望 对母亲抉择的一种失望 更是对自己 无能为力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一种失望 所以作为母亲 我很心疼这个孩子 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更多考虑孩子的感受 因为你 对于这个母亲来说 并非是好的选择 在这种前提下 我一定会率先考虑 我孩子的感受 我要让他得到更幸福 不能说美满 相对圆满的一种结局 对于这位先生来说 你在寻找母亲 你还是一个孩子 但是明显 这位母亲 不是你心里设想的 这样一个形象 这位母亲 她还有自己的前夫 还有自己的男同学 她还有很多社交的层面 她还要养家糊口 她和你真正意义上的母亲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也要三思 我不觉得你们俩 现在的将就 会成全未来 谢谢 好 谢谢周晴老师 陆琪老师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 就是想找个人 搭伙过日子 不好找 特别不好找 然后他又有那么强的需求 最后导致的底线 就变得无限的放低 可以不断的去容忍对方 因为觉得我忍一忍 可能就过去了 我都离过一次婚了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 好像有种种不合适 但是好像两个人 始终都在忍 在给对方机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位先生 你是一个典型的 叫自我压抑的一个性格 自我压抑的人 正好逃避你吧 你的精神支柱 垮掉之后 你就陷入了一种封闭 和自我麻醉的一个状况 就因为你的世界 你的生活垮掉了 所以你在逃避这个世界 怎么逃避这个世界呢 第一个我把心封起来 第二个我不断的用酒精 来麻醉自己 我不用去接触那么多 生活和社会上的压力 这是你现在的现状 也是你们两个人 所遇到的现状 你希望找一个人可以帮你 过上更好的生活 分担生活的压力 但他本来就是一个 靠着麻醉和自我封闭 来逃避生活的人 请问你们怎么忍下去呢 最后我给先生就是一句话 我们中年人的精神支柱 就是我们已经成为 别人的精神支柱 就是因为我们是 别人的精神支柱 我们才能这么撑下去 所以你就好好想想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卢琪老师 莎娜老师 二位好 这婚肯定是不能结 你是觉得跟她在一起 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你知道对于孩子来讲 完整的家是什么吗 完整的家就是 两个人感情也好 然后对于孩子来说 这个也是挺好的 对于孩子来说 完整的家 就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爸爸 和他唯一的妈妈在一起 你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和名义 我要给他组成一个完整的家 我为了儿子 如果你真的为了儿子的话 那你就回去复婚呢 你完全是从你的角度 出发和考虑的 而且通过刚才 你跟儿子的这个微信对话 我并不觉得 你们母子关系很好 我觉得你现在 首先要紧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你和孩子的关系问题 你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 我孩子在想什么 孩子仅仅是因为斥责吗 不可能 他抵抗 他反抗 到底是在反抗的什么 一个儿子能跟妈妈说 那你自己去寻找你的幸福吧 我要离开你 他内心埋了多么怨恨的一颗种子 十四岁是青春期 这个时期的过度很重要 尤其是男孩子 我今天听到你们整个的这个故事 到现在我比较担心是你的儿子 你们如果能够分开 就是从这个沼泽当中 把自己救出来了 如果不能分开 继续再往下走 就是深陷这片沼泽出不来 你们无非就是出一个沼泽的问题 但是那是孩子的未来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挺扭曲的 明明很痛苦 明明没有一丁点爱的表现 和爱的付出 你们说想要继续在一起都不舍得 可是你们不舍得 做出了什么努力吗 为这段感情做出了什么改变吗 没有 那还谈什么舍得不舍得呢 我觉得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我就是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结婚 不要再把自己推向一片深渊了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涂老师 你的儿子在微信当中 形容你和他 都是用这两个称呼 你 他 而且言语当中极静冷漠 他说我不喜欢他对我吼 对我叫 我讨厌看见他坐在沙发里面 满脸阴沉的样子 从这段对话当中也看得出来 其实儿子表面上反感的是他 其实心里厌恶的是你 在这样的对话当中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妈妈 都是说你 她 甚至我看不出 单亲家庭母子之间的那种情深异常 我相信如果他不跟你的孩子发生矛盾 如果你的前夫跟你之间还没有来往 也没有什么同学的事情 他一定是个特别温暖而顺从的人 是吗 还行 就他不吃醋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 因为别人而那么客气地想要 管控你占有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看上去还挺温暖的 但是那是不正常的表现 一个人正常的人生态度 恰恰是应该是在复杂的生活当中 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过程当中 一种稳定的对你的态度 但是你自己也有问题 你母子之间的关系有问题 你跟前夫以及社会关系 你也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你根本不是在结婚的适合的时候 至于男方 其实你根本不具备做一个父亲的能力 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角色都没做好 更别说做一个继父 即便你要结婚也不适合找一个再婚的女人 带着孩子的女人 那样的话你也痛苦 别人也痛苦 所以带好你的孩子 你结婚未必要孩子同意 但至少不能让他恨 如果这个关系都调整不好 你不要接纳一个男人 至于你 我觉得你好好的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你母亲走了 你父亲走了 那是你唯一的亲人 所以你应该在孩子身上 找回自己一个做父亲 做男人的影子 这是你当下要做的 我告诉你别的女人也好 结婚也好 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暖 但至亲可以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陈姐姐 想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吗 想啊 想不那么累吗 想啊 您呢 想 也想是吧 我就有一个方法 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就不累了 对你来说简单的生活 就先跟儿子过嘛 至少得等你儿子过了青春期嘛 因为这个期间 别说来一叔叔了 亲爹在那儿 都会打得一塌糊涂 你也想过得简单轻松 现在真的她不适合 真的不适合 别找女朋友 自己先过一段时间再说 就轻松啊 好聚好散 男人嘛 对吧 就是过去咱 母亲在的时候 咱可以是个孩子 但是母亲一走 咱就真的得变成男人 你已经没有原谅自己的借口了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听了导师们的一些话吧 就是我感觉 认识你也挺开心的 就是也挺感谢你的 就是照顾我了一段时间 就是以后呢 你也可以遇到 比我还好的 反正我觉得 咱俩还是不合适 分开吧 我觉得 听完老师跟主持人的建议 首先呢 就是给孩子道个歉 就给孩子带来那么大的创伤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就是一点小事 就给孩子带来那么大的 不好 就是这样嘛 那你给孩子道歉这还挺好 对 就这态度特别好 这个走之前给孩子留个条 郑重地道一下歉 我觉得特别需要重新站起来 作为一个男人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如果他们真的通过咱们的节目 能把这事给想明白了 并且在生活里就真的这么做了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就是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才能够有可能对周边的人负责 否则对别人负责 一定是一句空话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金月AP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金月APP 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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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解一下下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太累了 我尽心尽力地对你好 但换回来的 就是你的看不起吗 我只是希望 你能努力上进一点 别再花那么多时间做兼职 赚的钱又少 又没时间陪我 你是大学生 我就是个打工仔 咱俩差距太大了 我配不上你 我不明白 咱们俩自己的感情 为什么要受这些影响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蔡24岁 来自河北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佳22岁 来自天津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理发的时候认识的 是吧 对 是的 她是给您剪头发的 对 她在我们学校门口 那个理发店当学徒 然后我就剪头发 就认识了 当朋友了 然后后来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过程大概有多久啊 三四个月吧 经常去剪头啊 对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打理一下嘛 谁先对谁下手的 她先对我 现在交往一年了是吧 对 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就是她现在想跟我分手 你不想分 我不想分 来 说说为什么分手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了 就是起初啊 就觉得各方面都可以 挺不错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发现变得 就是越来越看不起我 我现在我只能就是特别卑微的对她好 卑微 你跟我在一起很卑微吗 不卑微吗 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的同学介绍我呀 不是 我没有不向我的同学介绍她 就是我同学她们的男朋友都是大学生嘛 然后我是有一点虚荣心 我承认就是一开始没有跟她们说 她是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理发师嘛 然后但是后来我也把她介绍给我朋友们了 我也跟她们说了这个事 那是你介绍的呀 那不是我一来二去给你每天给你送水 送饮料 送湿的给你打扫维生 人家都知道了 傻子能看出来好吧 看把你委屈的啊 现在还是学徒还是已经大工了 我现在就是已经换了工作 为啥换工作呀 因为她觉得我这份工作就是没前途 工资又少 没办法 理发现在剪的好多挣好多钱 也很受人尊重啊 好的发型师 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她一点 就是她希望我就是有上金心 然后就是能赚更多的钱 那你在她旁边开理发店的时候 她同学去你那儿剪发吗 剪 别提这事了 一提我就来气 就是我有一天啊叫我闺蜜 我就想显摆一下 我有一个理发师的男朋友嘛 我就带着我闺蜜去她那儿剪 我还专门跟她说了 我说别收钱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 她回来就给我大吵一架 说没收钱啊 没有啊 目的达到了吗 但是她还跟我吵架 她是这样 是跟她吵了一架 但是她是啥 第一次确实没收钱帮我收 第二次我们老板发现了 扣过工资又把我骂了一顿 那你说这理发店也不是我开的呀 是是是 我也是个打工的呀 等于说你既虚荣 小虚荣觉得理发师不好 你还带着周群去剪免费的头发 是这意思吧 你还嗯啊 你这个糊涂丫头 现在也辞职不干了是吧 对 做什么呢 现在就在压工资源当小支援 那就当着呗 怎么又要分手呢 我觉得她这个工作也没什么前途 而且自从当了这个小侄儿以后 就天天说她忙 忙得连陪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 说白了 有男生现在工作比较忙是吧 没时间陪女生 对对对 我问你 什么工作那么忙 一天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 销售忙 本来又是这个性质 加班加点的都是很正常的 下了班不还可以看看吗 下班 你自己跟她说吧 就有一天就是 她白天很忙嘛 然后她晚上下了班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 她都不接 就我就 然后因为我们俩是有个约定的 就是你可以睡觉 你困了你可以睡 但是你要跟我 就是咱们俩互道一声晚安 然后你再去睡 但是那天她就 我怎么就是给她打电话 找她她都不理我 然后我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呢 她一个人在外边坐 那咱们之前是不是 一直打电话来着 对啊 那不就行了吗 那我困得我都累得睡着了 你是突然之间没生了 那谁知道你怎么了 你万一要突然吐死了呢 这什么就吐死了 这姑娘 真是不会说话 你干的 大小姐 对 小姐脾气 对对对 你们家是家庭条件好吗 她家就是家庭条件 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 而且她也受过高等教育 我就不一样了 我家庭就从小不太好 完之我得经常就是 一发工资一半都得补铁家用 剩下的钱我只能留个两三百 保证我的日常开销 剩下的钱我都给她 不是你还能剩下钱吗兄弟 基本上就是到我手 到月底已经没多少了 所以你们俩谈恋爱 你经济压力是不是还有一些的 对 就这样 我都在她生日前 我省吃俭用 我就是起码买饭 有一顿没一顿的 暂天给她买了一条 五百多的项链 结果她第二天就送上了 送给谁了 我送给我室友了 你把你男朋友的项链 送给你室友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时间也不短了嘛 他但是他连我什么喜好 都不了解 他送给我那条项链 上面有个这么大的桃心 就特别俗气 然后正好我室友 他特别喜欢嘛 然后就送给他了 那你说放着也是放着 那还不如当个人情 其实这么看来 你室友跟你男朋友 挺合适的 是吧 他们这审美情趣什么的 你没法男朋友 一起送过去 那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呢 那 就是他省吃节用 买了条项链 你导手就送人 我觉得他送我 就是我的了嘛 那你送给我的呢 我有送给别人吗 就你有理 懒得跟你说话 懒得 懒得说话就分手呗 那不行 又懒得跟人说话 又品位又不好 那还不跟人分手 那图啥 那我觉得这点小事就分手 那成什么了 还挺坚持 我明白了 你有点受不了是吧 对 还有什么让你受不了的事 说了吧 就是我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 那边觉得就是特别腻歪 每天也是要腻歪得很久才回去 晚上回去了还得打电话 就跟之前我说的一样 都每天基本上都得打两三个小时 但是我这情况吧 现在就是必须要努力一份钱 早上五点半 得去早餐店里面兼职 然后等我这个正式工作下班了之后 我有可能还要去兼职 等于你做两份工是吧 三份 三份啊 对 早上的早餐店兼职 然后自己上班 对 下了班之后再兼职一份 对 干嘛呢 就是为了想多挣点钱 想就是给他更好的生活品质吧 但是我为了他我也有付出过 就是我为了他嘛 我想帮他减轻负担 然后我就说 我去那个奶茶店做兼职 然后他就不愿意了 是 挺好 这想法挺好的 当时我也特别感动 我就说 哎呀 终于懂事了 能替我分担压力了 结果呢 还没去兼职 首先给自己买了好多首饰 又给自己买了很多化妆品 又给自己买了很多新衣服 花的谁的钱 我的 那我不是觉得我出门 我要穿得漂亮点 不是 你去买茶店兼职 您买首饰 买衣服干嘛 我没搞清楚 不是 我就觉得出门嘛 就得打完那漂漂亮亮的嘛 那我怎么不能 灰头土脸的就出去啊 所以说您钱没挣上 花了不少钱 是吧 对啊 不是 他这个也没错 是女孩子都爱打扮 这个我能理解 他到了奶茶店第一件事 把我给撂了一头了 你知道吗 不是 他到了奶茶店 第一件事就是 先给自己点那杯奶茶 靠劳自己 然后我说 你这是去上班了 还是去干啥了呀 啊 见过他父母吧 没有 对未来咋想啊 姑娘 我就想 看他那个 也没有什么出息的呀 我就想要不让我父母出钱 给他弄一个 做个小生意什么的 开个地儿之类的 他没出息吗 我感觉他每天就这样 不是 我觉得人挺出息的呀 我感觉他就是 每天说是当个小职员 什么的 上班 但其实你未来的发展 没有很大嘛 你只能 那你不能一辈子 都当个小职员吧 那他也许就一辈子 是个小职员 怎么了呢 那不行那 为什么不行呢 那就是感觉一生都 碌碌无尾的样子 我不想让他这样 我想让他就是 有一种更好的生活 你是不是在心里觉得 他有点瞧不起你 对 而且他是 在说完这件事情之后 有一个附加条件你知道吗 说你必须得到插门架到我们家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能受得了这 不是 我这个当时是跟他开玩笑说的 我就说 你总是爱跟我开玩笑开玩笑 你知道我接受不了这种玩笑 你还必要跟我开玩笑 你为什么一直吼我呀 你在台上这么吼你女朋友 你就这么厉害是吗 给你面子了是呗 你到插门是怎么说的 也是开玩笑说的 我就是开玩笑的语气 我跟他说其实也没有真的 我就是觉得他如果以后就是 干什么事干不好的话 要不就是我以后赚钱 我养着他得了 人家也没打算让你养啊 但是我看他这样 那我每天不是照样在努力奋斗吗 可是你努力完了 你还是那个样子 不是 这 还有这姑娘 行吧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跟他分手是吗 还有就是 还有呢 对 说还有吧 我们听还有吧 这个都是他跟我开玩笑 我就暂放在一边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前段时间不是工作特别忙 不安时吃饭 饮食不规律 然后都是肚炎 他就非要让我住院 吵着闹着也要让我住院 我就吃点药可以了 我自己身体 激起肚炎 住院了 我没有 我自己身体我知道 我吃点药就可以了 他又非要逼着我住院 那大夫收不收你啊 大夫住院也行 不住院也行 他就非要拉着我住院 可是我们没有钱住院啊 怎么没有钱啊 我可以找我爸妈借钱吗 那你到时候如果真的我去你的话 你让我怎么面对你爸妈 可是你当时你那么难受 你那么疼 那我还不是心疼你 我想让你快点好起来 你有这么心疼人的吗 你把我的尊严放在哪里了 住了没住啊 没有 他不住 他死活不住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加上前面的累计就要跟他分手 是吗 我真的是他给我的爱我承受不了了我已经 感觉 就是特别卑微 所以我就是 咱们就是放过彼此吧 你看得上他吧 看得上 你看得上什么呢 我觉得他对我很好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就是很照顾我 而且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 就是想我们俩以后一起努力一起走下去 其实啊 这个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就如果他不是你男朋友 你作为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员 你觉得这小伙子够努力吗 够 但是他会有出息吗 拿你的标准 我觉得 不会 为什么 他就算再怎么努力 他也还是重复着以前的那种生活嘛 所以你其实是希望他要做一个彻底的 他的人生要有一个大的转变的 对吧 对 我觉得这样对他也好 那得学习啊 对啊 那得有很多改变才行 那你问过他愿不愿意呢 没问过 对啊 这就是冲突所在 你是觉得这个委屈是吧 其实我也有为他改变过 就是我们俩刚开始聊天的时候 我就是总是搭不上话 就因为他的那个文化程度比我高 就是有的东西我就压根没听过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高中毕业 我就出来 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对 他喜欢的那些东西 我丫头就没听过 我也没见过 然后就是每次跟他聊天之前 我都是会做足准备 就是自己上网搜啊 这挺好 论别人啊 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了吗 坚持下来了 这个特别好 就生活里 就是有的时候并不在于学历啊 就是你生活里面坚持去学习 其实也挺棒的一件事 因为读书嘛 在任何场所和时间都应该可以 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觉 真的是我坚持不下来了 我真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怎么才能接受你对我的真本好 这份爱 老师们看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何去何从 问题又出在哪了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看到这个男生上来之后 说实话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他始终这个眉头是紧促的 然后他的脸 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喜庆的脸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张 愁眉不展 心事重重的样子 所以我在想 爱情真的是需要匹配的 这个匹配不仅仅是双方 家庭的门当户对 还有时候是心灵上 灵魂上 学识上 语言上的一些匹配 这就是你说的你特别累 我在听你们的爱情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你始终 是站在树下的一个人 用双手在拖着这个姑娘 他要拿树上的那颗金苹果 有一定的距离 而你又没有一个梯子 你只能用自己的双肩和双手 来努力地拖着她 你踮起脚尖 她还是够不到 所以你摇摇欲坠 我如果是你的妈妈 我会非常心疼 我会跟你说 孩子 别够了 咱脚踏实地的 就在身边 抓着身边适合你的女孩的手 咱就这踏实地往前走 姑娘 我听到一个细节 我想追问一下好吗 小伙子把她所有打工的钱 除了自己的一点点领用钱 全部给了你 是吗 对 你真的就拿着了吗 其实也没有 我帮她攒下一些钱 我想说的是 我是母亲 如果我的女儿 在她谈恋爱的时候 对方一个小伙子这么辛苦 我女儿还在上大学 而我家境很好 我女儿把对方小伙子辛苦打三份工的钱全部拿在手里 我会毫不犹豫一巴掌甩在我女儿的脸上 你在干什么 你一个女大学生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没有跟对方有承诺要结婚 甚至你的未来都不知道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钱拿在你的手里 为什么 孩子这不是你的爱情观 不是你应该拥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你不能这样 你需要的 家里人会努力给你 如果家里人做不到 你自己去努力 你不能这样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 好 谢谢周青老师 周青老师 小佳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你配不上她 我觉得太多人的那个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我爸妈挣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妈给我买化妆品 我爸给我买包 我就是很高端了 这高端的东西不是你自己挣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别人赠予你的 富翁也是赠予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拿着别人给你贴的金 觉得是自己 他是一个一天打三份工的人 你说他没有前途 他24岁就能一天打三份工 他为什么会没有前途 我是一直觉得是这样 一个人的高大上 我们不是看他现在有多少钱 不是看他家庭出生背景 甚至不是看他现在有多少知识 是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嘛 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 是希望追寻改变的 是向好的 是希望去努力争取的 那我们就觉得他以未来是有前途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很明显看不起他的 既然你看不起他 那你为什么又会爱他呢 我告诉你们 你爱的其实不是这个人 你爱的是他爱你的感觉嘛 你要的是他的感动嘛 你要他持续不断地来感动你 所以你对他有那么多要求嘛 所以你究竟爱的是他呢 还爱的是自己呢 爱的是他这个人呢 还是爱他对你的表现呢 被感动当然是爱的一部分 但被感动不是爱的全部嘛 如果你只是因为被感动 而希望他一直来感动你的话 那么你要问问自己 你还能够被感动多久 最后 我要跟这个小伙子说 别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不重要 自尊心是一个人最好的动力 不要让自尊心成为一个人的魔杖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沙达老师 二位好啊 我觉得小蔡挺棒的 面对感情又真诚 然后认真的负责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对待自己的工作 然后为了爱情能够百分之百地付出 但唯一的可能对你来说 就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一开始的这种讨好式的爱 让他有了一种错觉 他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在这段感情当中 不是说他看不起你 是你自己其实也在看不起自己 是你自己也在觉得 我配不上你 所以你越把自己放得卑微 然后你就觉得 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卑微 当然它有很大的问题 但一个巴掌拍不小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充当了那个制造矛盾的人 你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付出 然后突然就不付出了 就各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 就算对面的这个女孩 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不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一样的也受不了 所以这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唯一也就是说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对姑娘来说呢 要跟你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基本的尊重 就是你刚才在台上 特别义愤填膺地说 你就当着这么多人面 这么跟我大声说话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着这么多人面 一点都不尊重你男朋友呢 尊重他人 同时也尊重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是一段健康的感情 你如果一直是带着一颗 俯视的心去看对方 那就是打心眼里 你压根就不尊重他 你也更不尊重你自己啊 人家一天打三份工 省事简用 给你买一条五百块钱的项链 你转手就送给你的室友 我要是男朋友 我当时就跟你分手 你太不尊重我了 而且那项链还是一颗心 你把我两手捧着的一颗红心 我递到你面前 你把它扒扔给了别人 人家给你了一百分的爱 但可能在你看来只有十分 大家都一直 非常感动的一个电影故事 太太尼克号 Jack和Rose 他们两个人 最后那段感情非常感动人 可是我们如果那个电影 在持续往下野 俩人都活了呢 能继续在一起吗 就是因为彼此对彼此世界的 一个新鲜感的探索 所以那才成了一个绝唱嘛 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你们两个人很现实的问题 不是一路人 但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 既然我们走在了一起 我们选择共同去经历一段感情的时候 就请尊重对方 好吗 也更尊重自己 谢谢 好 谢谢刹那老师 来 图老师 刚才有老师说 你是爱上了他爱上你的感觉 其实我也不认为是 你只是爱上了他追逐你的感觉 你很骄傲 但骄傲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面对别人的权势 财富 比自己好的条件而不卑不亢 还有一种骄傲 就是凭着自己学历比别人高 家世比别人好 就在别人面前指高气 你就属于后者 你在他面前有优越感 但是把你扔到其他的女生当中去 比你漂亮的 比你家世好的人面前 你一样自卑 事实上他比你踏实 他没有你那么虚荣 他是多少钱消费 就给你买多少钱东西 你还要占别人的小便宜 带同学去领那免费的发 来给你长脸 他也比你勤奋 他打三份工 你一份工都打不好 他还比你孝顺 打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里 你只知道向家里拿钱 所以你们俩相比起来 老实说的确实没错 你的确配不上他 最让人受不了的一句话 就是你站在舞台上 看着男生低眉顺眼的时候 你说就瞧你这点出息 你将来也就这样 你听听你那个口吻 所以注定生活要打你一个耳光 不打你不会醒 还真的自以为是 从各个角色上来说 他是一个好员工 一个好儿子 一个勤奋的职业人 你是个好学生吗 你好好读书了吗 你是个好职工吗 你好好打工了吗 那奶茶卖得好吗 你是个好女儿吗 你为父母平添过多少责任 给家里做出过多少贡献 你哪来的优越感 如果今天到这里来录节目 我们把这些话一说 你把自己跟这个男生一对照 你能够以此而警醒 今天上这节目对你来说 真的是件好事 因为我觉得至少你没那么复杂 对于男生来说 刚才我们说骄傲有两种 其实谦卑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不卑不亢 还有一种就是谄媚 你不要因为自己读书读少了 你就觉得在他面前抬不起头 所以你真的应该看看 现在的热播的电视剧在远方 去看看遥远 一个原来跑腿的 做快递的小伙子 是怎么把自己丰富起来 创建自己的事业 也许你这辈子 你可能就是做一份 平凡的工作 但这也不丢人 所以你没有必要愁眉不展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我跟谁都是一样的 不因为你比我有财富 不因为你比我有权势 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要跪下来 没有 一样的 我们是平等的 爱情也是一样的 也是平等的 姑娘 你有一段话 我其实挺感动的 你说我愿意跟你 以后一起去奋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你不能端正 你对金钱的态度 对成功的态度 当你也不能端正 对金钱和成功的态度 你们俩在一起谈恋爱 怎么能谈得好呢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说 爱情是一个成年人的奢侈品 就在这儿 因为当你没有成年的时候 你得不到爱情 好多事没想明白 我觉得是没想明白 周琼老师那个 说得特别对 我经常在微博里 会看到有些 这个女生说 她不给我钱 她是不是不爱我了 她不为我花钱 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一直觉得好奇怪 其实为什么要谈恋爱 她不给你花钱 就代表不爱你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 是从哪里来的 爱应该是一种感受吧 是一种感觉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 太把它实体化了 如果你真爱她 景轩会尊重她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但是就跟老师说的一样 这个苹果摘不到了 那真的摘不到了 我真的 我真的没那个梯子 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地 点小尖 但我真的够不到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咱们就别 别互相耽误对方了吧 可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小事 这些都能过去 咱们俩都能解决的 我觉得这种不是问题 而且我其实现在 也不是特别在意那些东西 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 放过鼻子吧 好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就听这种爱情故事 是不是觉得挺 挺难受的 就这么小的 就是在这么小的 这个爱情世界里面 你能看到人生的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的面 接下来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回吧 不是 你为什么又出来 我特好奇 放不下场 干嘛要提分手啊 就觉得自己卑微 把头抬起来嘛 还想追他吗 其实你要想追他 我估计还真追得回来 可是有意义吗 他为什么走啊 想过吗 加油吧 谢谢你 秦辉 谢谢 看这个结局 我特别特别地感慨 生活里面这样的故事 大量地存在 有很多女生说 你看我不顾家里的反对 我们俩有那么大的 这个差距和差异 我嫁给你 是为了幸福 结果 现实生活让他们后悔了 所以有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财富的问题 价值观有的时候 变得大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今天的这一幕 你到最后 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什么心里 就男孩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地感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 描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下面邀请我们的老师们 进入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险器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女朋友在一起 两年多了 前两个月呢 去她家见了父母 她父母也同意我们结婚了 可是她却一直说 再等等看 而且她的朋友圈里 从来没有我 我了解到啊 她有一些朋友 一直以为她是单身 她是不是一直就没有爱过我 对我一直有保留 爱我觉得多少是有的 保留你也看到了 是很大一部分 所以呢 这个女生爱你有多深 你心里应该清楚 我倒是建议啊 你要问问她 保留的是什么 你千万别着急结婚 什么时候两个人 全然接受了彼此 再考虑结婚的事吧 我们的节目 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伊贝诗纯滴水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